雨水夹带一颗颗的冰雹 从天而降 把停放在路边的轿车 车窗挡风玻璃给砸出大洞 路边摊贩的帆布帐篷 也通通都被打穿 大大小小的冰雹 力道不小 这道强队流天气影响 大陆多地纷纷出现暴雨 光西同样下起乒乓球大小的冰雹 影响桂林两江机场 多个航班 而湖南地区也因为大冰雹 不只房屋屋顶被砸穿 农作物也因此严重受损 这么大锅 那个楼下那个包子 好大锅 包子摄去就好好压在压 黑龙江因为气温骤降 则是在四月降下飞雪 整个城市笼罩在白雪之中 就像是回到冬季一样 总是偷一下下午就化 我们走到特别是不方便 气象专家分析 四月下旬黑龙江地区冷空气活动 仍然频繁 气温持续偏低 未来还是会出现雨假雪的天气 记者中文报道 能行事吗 卖��优独特ating 神武 evangeliqué 神